TVB 带生过很多有实力,有演技的演员,制作出来的影视剧口碑也一向很好,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很多有实力的演员,反而得不到重视和关注,因而被埋没。 唐文龙就是其中之一,说到他,观众既熟悉又陌生,他出演了很多角色,但却在人才济济的TVB中又不是特别的显眼,很难被大家注意到,但是唐文龙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,他出演了很多不观众而熟能详的作品,例如《驼枪世界》中的程志超,还有《澳门街》的金盛,这些角色都让他获得了一致的好评, 虽然以演员的身份被观众所认识,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歌手,曾出过唐文龙的专辑,反响都还不错,然而可惜的是,这样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实力派艺人,却一直没有得到TVB的重用, 如果当年他得到了TVB格外的重视的话,那么在那个香港影视辉煌的时期,想必他早已成为一线演员,受到观众的喜爱,而不是现如今的《星途不畅》, 《联谈集》这个名字,很多网友也是印象淡薄,唐文龙从影这么多年,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,尽管没有得到巴掘,但他出演的作品却高达35部,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产了, 虽出演过这么多电视剧,但TVB却不捧他,就算有才华也会被淹没,在2014年后,就没有了唐文龙的踪迹,原本虽然不出名,但好歹高产的他,至少经常出现在观众面前,但自2014年后就很少看到他的身影,根据知情人的爆料,他是想把自己的事业中心转到内地了,趁着年轻多赚点养老钱,近期有部电影 已经播出,是赵文卓领衔主演的黄飞红之南北英雄,在这部电影中,唐文龙将与赵文卓合作对手戏,现如今已经上映了,但唐文龙却震惊了观众,唐文龙长得可能不及现在的小鲜肉,但是却也不差,曾经也被评为美男,但是在这部电影中,他的变化大的观众认不出,与年轻时相比颜值降低了,只不过在采访的时候, 唐文龙也是表示称,内地娱乐圈着实不太好混,不仅要学说普通话,各种关系也是比香港更复杂,只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,唐文龙的星途终于有了翻转的迹象,去年凭唐新峰爆三偷吃CEO一脚,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, 而且他还到TVB节目演出,演出自己的成名歌曲,我要怎么知道你爱我,如果我们永远不说,不知道经过这么多的磨练之后,唐文龙的星运会一片坦途吗?